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90后小伙儿没有欢迎分钱拿下了一家超市 并且一个月的时间成功收款150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伙子发现有一家超市 地理位置不错 并且装修也可以 但老板因为每个月亏钱 就准备甩手转让 转让费要100万 这个小伙儿和老板谈合作 我今天给你10万的押金 并且一个月后把90万都给你 如果给不了你 我这10万也不要了 你交给我来经营 老板欣然同意 然后这个小伙子推出了一个活动 顾客只要充1000元就得1000 送1000反1000 具体怎么操作呢 客户充1000得1000 就是得1000块正常的消费 送1000是直接送1000个接待 反1000是直接反1000块的现金 老百姓一听 这便宜大了 都蜂拥而至 立即充卡消费1500人 有人说充1000反1000就算了 还送1000个鸡蛋 这不是亏大了吗 这小伙儿怎么赚钱呢 其实这1000个鸡蛋 是一周领10个 可以连续领100周的时间 老百姓就等于被锁定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鸡蛋一周10个当然不够吃 领鸡蛋的时候 消费者肯定还会消费其他产品 而反1000是当消费者每次消费的时候 可以拿这个消费卡里的10%来作为抵用 这1000块全部抵用完后 再直接送消费者1000块钱现金 这个时候 消费者在店里已经消费1万块钱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 小伙子直接收回了150万的现金 还了老板的90万 他手上还有60万的流动资金 并且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锁定了1500名客户 这个超市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气 思维书中曾说 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人生层次 是否拥有借的思维 决定了你是否拥有财富 做生意 要想快速实现收益 就要学会转变思路 用借力的思维去赚别人看不到的钱 你认同吗 认同的 关注点赞 小伤打采数学校 是否拥有借 sizi 寄个旅餐 能配搭 audio 老板 靠你 那 у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